環球的引擎一進去 然後不是說 就是小孩看到那種 有賣什麼Hello Kitty 對 他就說爸爸我問這家店 然後他一要進去他就說 等一下 先把遊樂室那個設施學問玩玩 然後就說 他就逼他一定要玩那個 他說我都歸歸好路程了 你們就照著我的路程的時候 然後 然後那個徐小三就說 好 那你確定我們等一下離開的時候 一定會進去這家店嗎 他會不會在玩 所有的Rise的時候 都在想我等一下一定要去 沒有 他在當下就說 一定會進入這家店嗎 我一定要進這家店 然後他爸爸就說 你一定會 你一定會去規劃 進得去就出得來啦 怎麼會規劃 然後我真的玩完一輪車 然後他就每一輪都玩了 他就真的進一家店 然後他們在過程的時候 我老婆就這樣 好 好了沒 那我現在要用美白的 他用壓力 RELAX 他只有規劃行程表的 永遠順序 對 而且更欠的是 他以前我們十年先 去那個室內服務員 然後他就說 菲菲 那個花好朋友 你在那邊我幫你拍 十年前 對 十年前 所以我們就是 我就覺得這是一定要去 然後再次他在那邊發鼻息說 好沒啊 我說他們要拍照 然後我就在那邊 那我想說這個尷尬的時間 他也可以說 不然去瀑布那邊 我幫你拍張照 他也沒有耶 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男性 他的好朋友跟我們一起遊玩 然後這樣 不然那個 誰誰誰 你去那個瀑布我幫你拍張照 你願意幫我 幫他拍 幫他拍張照 然後我想說他我來 他我來就是我 然後他不然就說 那邊那個景也不順序 然後他朋友還說 你說你不要跟那邊 他說沒有 難得你來新加坡 沒有要拍我 然後我又好自拍 好慘喔 我要自拍 你又自拍 後面就畫了 然後我就要拍 然後眼 妳拍到的很少 但臉很大 臉又要漂亮 所以就變成說 只有一邊那個 一邊的眼睛 因為後面有一些花 然後我給我 截看他們說 這是什麼 他們說 這是新加坡 沒有名的室內主演 然後我連續環球影像 他跟那個大那個 你知道 Logo那個球嗎 球 對 然後因為我老公也不知道 跟他那個朋友消失 到哪裡去了 然後我就自己 在那邊一直瞧 好慘 很難拍的球 好慘喔 球很大耶 你拍不到 就覺得球 對 那女兒 這很遠 我女兒 他們第三個還要在那邊 有舞蹈的 然後要拍什麼 拍一些舞台動動 然後我也好久 看到那個悲傷的 你自拍照 真的好慘苦喔 他會像 你也第三 對 這是到底在吹什麼 他像綠王耶 就是每一個東西 當然很快用完就是 他到哪兒都是 到任何地方 他都是這樣子 他的目標就是要回彭 你現在想要休息 休息 他剛剛要出門 還有泡澡 還有泡澡 OK 他就是休息 所以你們會這樣嗎 出去玩的時候也要推 出去玩我不至於啦 但是我就是 睡眠那種時間 趕校車那種 我就會很在意 對 就正式啦 對 油碗還好 油碗還好 對 油碗還好 油碗還會慢慢讓小孩 盡情的玩樂 他哪有 對啊 當然會讓他盡情的玩樂 他也走很快啊 我女兒我們進那個 利寶樂原來六福村 我只是剛進那個閘門 然後我背一個背包 然後我女兒說 媽媽我想喝口水 那我背包放在水 那個水放在 然後我只是轉身拿個背包 然後拿水出來 就不見了 一進閘門 那個圓區這麼大 然後我打電話 他真的都不見了 還要打電話找人 妳打電話說 我們已經在雲霄飛車上面 然後我突然下了 然後我找到他那時候 他們已經坐完 雲霄飛車下來了 那是我兒子趕啦 我兒子還是要顧著他嘛 對不對 不是 你拿水是拿多慢啊 不是啦 你為什麼要這樣走呢 你女兒要喝水 你為什麼不能等我 我們是一起的耶 不是這樣走 你兒子是用跑的 我在後面的心算 就是雲霄飛車就是要四個人 一起玩嘛 他就不見了 也是會這樣 這樣很怪 這不等一下 對啊 兒子你怎麼這樣子啊 怎麼不這樣子 可是如果是那種 安全起見的 還有分黑臉白臉吧 什麼意思 就是比如說 出去玩有一些設施 或者是 就是在海邊幹嘛玩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父母就是在這一塊 又會 就沒有分什麼黑臉白臉 搞不定兩個都很嚴格 說不要不要 那個會受傷喔 我覺得安全 安全的信念 大家都是一致的吧 可是我覺得不一定 我覺得安全的 譬如說可能黑臉會說 不要做這個 可是我覺得白臉會陪著他 在他旁邊 試試看吧 試試看 對啊 或是保護他 就讓他去試一下 不要說什麼都不敢 什麼都不敢碰 我覺得這樣也滿可怕 對 我覺得嚇小孩是不對 我覺得黑臉常常喜歡嚇小孩 他看小朋友練鋼琴 因為小朋友是練兩年嘛 每次只要媽媽在旁邊 看他們練鋼琴 媽媽都是 小孩一彈錯 這邊錯了 一彈錯 這邊錯了 壓你好棒 一彈錯 這邊錯了 三次之後 重來一次 我就坐在那邊 我說 他們是小學二年級 三年級 你這樣子會讓他討厭鋼琴嗎 我說你練鋼琴 你心情要好一點嗎 那 他說那你呢 你來教教看 我就做朋友 他們一彈錯 他就說 我說不要講 彈錯 我就彈錯就彈錯嘛 練完一遍 你不覺得你剛剛可以再進步一點 你剛剛是不是有地方沒有彈對 你自己講哪裡沒彈對 那他自己講哪裡沒彈對 然後再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再練一次 待會兒你練成功 爸爸幫你拍一次好不好 拍給你看 就給他一些鼓勵 我覺得今天這集 並不是在聊什麼教育小孩的事 你其實已經受不了他了 可能跟著你們一起 抱怨你們另外一半 不好意思掉進這個坑裡面去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有點嚴重耶 其實我有跟我老婆講說 拜託你不要把我們家當作 你講一個你老婆的優點 我講一個優點 很有效率 對 就做人家的效率 對 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都很有效率 講話很誠實 還有就是講話很... 對 很誠實 不會... 就是我 不假 永遠都不會覺得 我永遠都知道他在想什麼 對 他不會講假話 對 他想要吃什麼 他想要做什麼 他想要買什麼 就是我不用去猜 我確定就知道 可是是不是完全不浪漫 可是這種驚喜的不見 比如說逢年過節 甚至什麼 我都不會去買 都會送給他 因為我就問他 你要什麼 然後直接買給他就好 但是感性的人 如果遇到一個絕對理性的 你不覺得會很空虛嗎 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我才跟我小朋友 比較近一點 對啦 我們自己感性 你現在跟老婆的那邊 已經是空掉了嗎 應該不是這樣說啦 應該說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人 然後我發現兩個就 不同的人還可以這樣 一直走下去喔 對 所以很難得 我不覺得嗎 所以有時候我常常覺得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 隨性的人 老天就派我來 去你知道 照顧他 是啦 是我的功課 因為我就不能想像說 譬如說韋文哥的老婆 跟你老公去環球 議程會發生什麼事情 兩個都超效率 三十公分就玩完了吧 對啊 但是我覺得鼓勵是可以啦 但是有時候白臉做的 我覺得有時候會比較過分 有點像推卸責任 像譬如說我女兒成績不好 班上倒數前三名 他也不罵女兒 他就會跟我說說 你看你女兒 怎麼成績那麼差 然後這個都是我教的 那怎麼還會這樣子呢 那我心裡就想說 天啊 黑臉好吃虧啊 對啊 幹嘛什麼 那我要做什麼呢 那我就想 應該是 因為她每次寫功課 女兒寫功課的時候 都在我們課題寫 然後在課題的時候 我們又在追劇 那你覺得小孩 這樣寫功課會專心嗎 所以我就說 好 那你現在既然有求於我 你雖然說明明罵女兒 但你把這個事情 交給我來做了 我就跟女兒說 你以後寫功課去房間寫 我女兒就 我不要 為什麼 媽媽都可以 然後她在旁邊就 就沒講話 好難 想說不行 以後就是去房間寫 你這樣成績不好 就不行 就你知道嗎 就是我又被逼得 跳出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女兒又討厭我 又叫我 油膩腦 好啦 我去寫啦 油膩腦 油膩腦 你知道嗎 就是 被你們叫油膩腦很傷耶 對啊 有還好吧 我也跟我兒子有在做運動啊 不是油膩不是說身材 是有時候 感覺 噁心感 是不是 對啊 怎麼聽過 聽你一番解釋 有我又更難過 好像沒有報告 我以為人不是說 你是紫身材 是整人 走開啊 噁心啊 對啊 我就覺得他們這樣 如果他那時候 用韋文哥的方式去鼓勵他 而不是把這個事情丟給我 就讓我當黑臉 對啊 對 我OK啊 從八點都是好的 因為我是不希望 我自己的小孩 他有一個面向 是我很不了解他的 可是我覺得 如果我太嚴厲的話 他在我背後為非作歹 或者是 對 在外面什麼殺人放火 我都覺得那個 怎麼會是我的小孩 我不希望有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有很多 朋友的 朋友他們就是這樣 很高壓的管小孩 然後你知道 我們幾個家庭出去玩 有時候小孩子 都會互相坐 對方家裡的車 然後他們家管小孩 管得非常嚴 就是軍事化教育 他們是生兩個兒子 所以他們兩個 小孩在爸媽面前 是非常非常乖的 就看爸媽的臉色 都是這樣子 但是他們那兩個兒子 一來坐到 一坐到我們家車上 是在罵三字經 而且是用三字經唸Rap 真的假的 實在就反人格 兩個兒子在我們家後面 講 然後我們就 我想說 那妳有讓妳的爸媽講嗎 我不會講 講他們是不是也不會 但是因為要制止吧 因為你講三字經 那邊唸後面大 我覺得還是有點 因為我家小孩也在 對 然後他就有想了一個辦法 他就說 我幫你們錄下來 錄給妳爸爸聽 他就開手機要錄 然後他們後面是不是就 就修練了一點 但我就 但我就覺得 他們的家長 永遠看不到他小孩的背面 所以我就不想要這樣子 對 因為妳在我前面很調皮 有時候罵個 玩個遊戲 靠什麼 那我都沒關係 但我會跟你講說 那是在家裡 那妳在外面 我就不希望落差太大 所以白臉跟黑臉 還是要存在 因為有時候 他不在黑臉面前表現 我們至少白臉 我可以看得到 對啊 私底下還是會跟黑臉 因為像我就問婆婆說 怎麼樣教育小孩 我覺得他講的話 一句就很有智慧 他說 千萬不要讓小孩怕你 對 他說小孩一怕你 他就 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講 而且小孩不管跟你說什麼 你都要假裝有在聽 因為他 這是訓練他嘛 我真的有在聽耶 沒有 有時候真的很無聊的事情 譬如卡通人物怎麼樣 爸爸卡通 可是我都要講 不是 因為我現在都跟我女人聊說 什麼五條物是誰的 然後最近又出一個那個 新的 對啊 那個腳步都一樣 你有沒有看到 不是 更新的 更新 怪獸八號 不是 好像破風少年 風露露露露 帥到不行我的媽啊 我都跟我女兒 是踢足球的還是 是我二女兒介紹我 然後我們就會討論說 你愛誰 然後我就會說我愛誰呢什麼 然後他就會說 不行 他是我的 我說沒有 我覺得他可能會比較喜歡成熟型 就是聊一切這種 很真心 但是 我不是在敷衍他 是因為我們都愛 有共同話題啦 對 可能是因為他們也長大啦 我們就跟爸爸聊他 爸爸 爸爸沒看 什麼五條物 媽媽們有沒有什麼 紅小孩絕對是那種 得分的方式 然後我有一個 可是我覺得 這也不是什麼妙招啦 這是我自己 因為應該是同期所好 因為小朋友才一個小二嘛 一個小五嘛 其實大家都 小朋友最喜歡喝牛奶 比如早上學喝鮮奶 然後晚上睡覺前 有時候情緒不好的時候喝個 我女兒也超暗的 溫的牛奶 比較好入睡 所以牛奶就變成他們一個 他們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發現如果說他們 譬如說被黑臉罵過啦 或什麼 白臉要跟他們講道理 又同理他的時候 我就一人發一杯牛奶 好好跟他聊你知道 然後就覺得有東西可以喝 人就是這樣 你有東西可以吃 有東西可以喝 你就看起來覺得 心情就比較好一點 對 但是我覺得 喝牛奶這個問題是 有時候我們出去外面玩的時候 你總不能一直準備鮮奶 因為鮮奶有保存的問題 對啊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這很麻煩怎麼辦 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 就是說一情緒不好 就敢喝牛奶 可是我發現可以戴 因為薄酒乳它是可以保存比較久 然後它的這個營養成分也很好 然後我覺得 而且薄酒乳最特別是 它是在那個什麼 淚樂包裡面 它有一個小吸管 所以當它情緒不好的時候 你發給它的時候 它不是在杯子裡面 它好像感覺自己專屬的 一個小飲料 也不會傻來傻去 對 就是插進去這邊喝 然後聽爸爸講一些 同理他的事情 然後一些道理 它比較容易聽得進去這樣 而且他在 喝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廢話 你知道嗎 就是你看 你老婆 他會點頭同意這樣子 對 我女兒也是超愛喝牛奶的 對啊 然後你打開冰箱 看到沒有牛奶 他們會生氣耶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 外出的時候要怎麼戴 就是戴薄酒乳 非常好 我們家很喜歡喝的一個 應該算是 國民牛奶粉牌的薄酒乳 今天帶給大家推薦 好耶 好 就是這個薄酒乳 從小喝到小喝 對不對 所以我說它是國民牛奶 可是大家 對薄酒乳可能不是很清楚 像這個 第一次接觸大家都是 就是小朋友從學校回來 營養午餐盒 對 或什麼 原油會 運動會 他們會發那個麵包口 裡面就有一盒這個東西 然後所以小朋友都喝這個 而且我真的覺得滿厲害的 因為在學校裡 可以入選為那種學校的食品 它的那種規範就比較麻煩 它可以得到這種 這個標章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仔細看 其實薄酒乳它是 強調它是裡面是 完全無調整 等於是百分之百全天然 然後呢 完全沒有加防腐劑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滿棒的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維持那麼久都不會壞掉 而且也不用冰 第一個它是完全沒有防腐劑 那重點它上面有寫 成分無調整 上面有寫的 代表什麼意思就是 它鮮乳就放進去 沒有加任何東西 所以營養有效果嗎 營養都完全沒有差別 基本上是一樣 比如說牛奶裡面的什麼 牛奶鈣啊 蛋白質啊 基本上是跟鮮乳是差不多的 那只不過它透過那種 高溫的殺菌 這個過程 所以它完全沒有調整 放那個高溫殺菌以後呢 就可以保存在常溫裡面 保存比較久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就是它這個 它這個包裝是 所以它先高溫殺菌 然後無菌包裝 那你就可以放到這個 很方便可以帶出去 不用冰它 就很方便的 對 像我玩情緒很好 好像 是不是 我怎麼吸耶 它這個小吸管 也就在那顆 而且它這個肺子 就是看起來很可愛 而且在地震的時候 我放了好多這個在地震包 對 這個也很方便 就是你放媽媽包 你自己攜帶 或者是去露營是嗎 去露營 那它這個國民的牛乳的這個品牌 很重要是 它們這一家強調 我剛不是說純天然嗎 還有它用的是那個 CNS的A級的這個生乳 就是頂級的台灣的A級生乳 他們強調無那個調整 因為它們整個是自己在品管的 等於說那生乳的來源 到它的工廠 一條龍的品管 所以它整個的那個品質的管控 是非常頂級的 所以大家喝起來 大家都知道是國民牛乳 所以就很放心 我今天只是介紹給大家說 它是薄酒乳 很多人對薄酒乳 就有一個迷思 對 我以為它裡面有什麼 對 以為它有什麼東西 它是完全沒有 它寫在上面寫得很清楚 可是還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可以保那麼久 可是我這罐上面有寫D紙耶 對 這個是可以 D紙的話是藍色的有沒有 藍色的 藍色的外框 對 對 D紙是給 因為現在小朋友有時候 營養過剩 就比較圓潤的小朋友 你就給他喝這種D紙 或者是一些長輩 爸爸媽媽長輩的 他們不想要攝取這麼多脂肪 他就可以喝D紙的 那其實D紙跟這個 全紙都是一樣的營養成分 那它透過這個高溫殺菌 它裡面那個鮮乳的營養成分 是完全保留下來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擔心說 這好像沒有那個鮮乳的營養成分 其實都是一樣 非常高的營養成分 你是以為薄酒乳是一樣的 對 它最棒的是像我以前 我剛剛不是說嗎 就出去外面玩 去露營幹嘛 對 我以前還要帶一個 那種大的保溫瓶 放什麼冰塊什麼 放鮮乳在裡面 對 然後等到小時候 可能他想喝的時候 可是又很久了 就擔心說那個冰塊融化 裡面到底會變質 會不會不營養這樣子 味道也不好 那現在保酒乳 你就完全不用冰 真的 你就帶著走 然後另外是 你帶去露營的時候 你可以拿來做很多料理 做濃湯 做玉米湯 做牛奶鍋 做咖哩 你在咖哩飯裡面加一點牛乳 它就會比較溶得順一點 很香喔 所以小朋友可以喝 爸爸媽媽可以喝 然後小朋友情緒不好的時候 你不用這個安撫它就特別好 可是你說讓大人喝了 也覺得比較燙住了 對 希望大人喝以後 黑臉就可以接近我們白臉一點 我覺得我下次跟我老公旅遊 我一定要帶保酒乳 請他喝我 我跟你講這超方便 他在那邊一直吹吹吹的時候 你就丟給他一瓶 對 趕快喝一下 然後他會這樣 然後咧 一秒就完 然後他就 喝在節奏裡 還是很有效力 再等久一點 沒錯 強力推薦 主要是安撫情緒 讓自己營養加分 然後又可以拿來做料理 這個保酒乳真的很棒 很棒 很棒的保酒乳 不錯 今天清完就感覺 以後當爸媽的時候 不管是到底要當黑臉還是白臉 只要兩個人有講好 對 這是互相的一個默契嘛 不要說永遠都好像在順著另外一方 然後都一直覺得很委屈 而且雖然會有點不甘心 或是競爭 但其實小孩只要感激到父母的愛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咪咪咪